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当然气温会随着时间的变迁而增加 到了下午的时候气温是高达华氏90多度 那么不用说炎热指数都是华氏100度以上 那么今天下雨的机会还有30% 某些地区可能会经历局部性的雷阵雨 但是过了今天到明天一直到July 4 这个星期四应该都是可以期待是艳阳的大起天了 好我们首先来关心一下这则新闻 那么在上个星期于Brasoria County发生的 这一个疯狂的crime spree 近年26岁的男子Huan Mata 在晚上开始两个小时之内呢 总共干下了四件应该算是暴力攻击事情 先从攻击给他Ride的这个Lift车子的驾驶人 之后呢又当众开枪 窃车以及开枪商及无辜 那么在昨天警方表示他已经向Brasoria County自首了 那么从6月27号一直到7月8号 这将近两个礼拜的时间 由于是暑假再加上July 4 根据官方表示 在休斯顿的两个大机场IAH和Habby Airport 将会看到比去年2023年 还要增加8%的旅客来通过这两个机场 人数高达190万人 好那么关心一下这是来自可以说是 我们德州休斯顿的荣誉 就是世界锦标赛女选手Simon Biles 在昨天于应该是美国的这个体操表现呢 非常的优异 他几乎是以没有任何缺点的表现 赢得了他代表美国参加第三次他人生的奥隆匹克比赛 好现在所有应该算是气象的焦点 不外乎是注视着正在Caribbean 加勒比海的这一个大型飓风叫Burl 这应该算是今年2024年夏季第一格飓风 而且威力是十分的强劲 目前虽然已经从第四级飓风降为第三级飓风 以每小时120英里的风速前进 但是很可能在前进的路程中将会再度增加他的威力 目前看来对美国本土没有太大的影响 他主要的行进是经过中部和南部的墨西哥 好再来看一下 在League City呢 有一名男子已经失踪了两天 后来他的家人和朋友使用了电话的一个APP 叫做Find My Friends 结果发现到他原来因为在走这个League City的highway 第三号highway的时候呢 大概是视线不佳 结果整个车子跌入到15英尺之下 那么他已经被发现的时候已经身亡了 那么这一个交通事故呢 引发了另外一个交通事故 发生是在三年前 2021年当时只有18岁的Toris 他也是同样的在这条路上同样的地点 当时也是车子从这个三号公路掉到15英尺下 造成他从腰部以下半身不睡 因此现在已经是21岁的Toris呢 他现在向League City表示 应该要做路面的加强改进 以防更多不需要的人员伤亡 好最后我们关心一下介责新闻 这名亚裔男子啊 叫G 她的last name是J.I 现在已经被Fortbank County的警察逮捕 因为被扣 在和太太吵架的时候 居然把太太的爱犬 一个很小的 这个叫Teacup 薄眉狗啊 将他用力的摔死 那么现在他已经 以第三级Felony啊 就是对动物的残忍而被逮捕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 谢谢您收听 美郡为您翻译编辑播报德州 以及Houston方面的新闻 在这边祝福您有一个愉快的星期一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